李雪瑞比较可惜 这球也是 因为卢兰是主动戳网 这个球戳得比较赚 再加上卢兰点是高的 李雪瑞上去之后这个点比较低 你看这个点比较低 比较难控 对他还想戳一个拱网球 确实难度是非常大 应该是在卢兰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要主动 造成了失误 场边是 傅汉逊 傅志导 也在看这场球 这场球意义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培养出了多位的世线冠军 我们广州语坛的泰斗 傅志导 也在场面观战 因为这个球要求太高了 实际上打法是对的 先下压 让罗兰低手 然后通过抢网 创造机会 可惜这球 打出了界外 卢兰连续连续两个正手的往前失误 其实他这个球 可以先拉开 DJ 这球 卢兰控制的比较好 弧度也拉得比较高 造成了李雪瑞想打突击不行 因为是过头了 所以他自己判断是个界外 对 也是刚才一个进身球 反网的失误 打在了框上了 那么也给卢兰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卢兰也没有放过 但是现在呢 其实双方的整个争抢还是比较激烈 第二个比分也没有拉开 卢兰只是暂时领先6比4 刚才在第一局 卢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的 刚刚他卢兰这个球 在正手位这个球 已经是出现了几十失误 他兰这个球啊 意识上想把他兰得更贴网一点 给李雪瑞造成一些难度 很可惜啊 就是说从前面 这段比赛看来就是说 从李雪瑞得的6分里面 我估计 有4分到5分 不是自己送的 黑暂压卢兰的反手区 李雪瑞的技能也是到了一个 比较难受的一个点了哈 接近了他体能的极限 对了刚才也有些球友呢 是在我们的微博上呢 是在讨论说在 体能 这个情况 其实高智岛 在羽毛球比赛里 其实无论你的技术 有多么的优秀 你没有一定的体能 作为支撑的话 这个是很难保证 在比赛当中能够打出自己的侧点 对 这个体能对于 一种以来说就每个阶段不同 就比如说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了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你这个体能的重要性 因为双方在激烈的这种对抗里面呢 这个拍数一定是很多的 没有说一两下解决战斗 这个情况很少 所以说你体能好的话 你有这个体力 跟对方打多拍 而且可以更有充沛的余地去调动对方 对 也就是说你看 能打到最后 还能保持高度的速度 能起跳 能打进攻 这样的运动员 他的体力就是相对的说比较 我们说比较好 林水的进攻的确是比较锐利的 对 他下手这个球还是比较快 所以卢兰在挑后场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这个球的弧度 我们是获权 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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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分一直还咬得比较紧 陈文华教练也很紧张 其实卢兰现在的体能呢 也不容乐观 但是他的经验还真的是很丰富 他懂得怎样去控制自己 怎样去在整个不同的状态下去 充分的让自己适当的时候可以放松 然后再冲起来 你看卢兰在这个位置上 确实是很可惜 我们说啊 对 但是今天李雪瑞在往前的失误也不少 对 好不借 然后李雪瑞在往后场还出界了 又是重复卢兰的头顶 继续重复他的头顶 李雪瑞打得非常有针对性 刚才一个好几个多球多拍当中 有时候是通过 二次击球的一个时间 有时候是配上一些停顿 但是他压得非常坚决 那现在卢兰 李雪瑞他们两个人的体能呢 都是到了极点 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是很容易出现伤病的 意外是受伤 往往是在体能极限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现 这个时候 卢兰也是向主台是说 他刚才拉伤了应该是腿部的肌肉 应该是大肌肉群 而且 那这个对运动员来讲 特别是他韧带啊 肌肉啊 特别容易拉伤 这个也是要提醒各位球友 比如现在夏季啊 这个体能消耗很厉害 打球的时候打得比较好 打得比较兴奋的时候 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另外呢 也希望大家在打球之前 包括很多的世界冠军都高借大家 在打球之前 请大家务必做好这个热身的准备 别到了场地上 从球带往旁边一抛 拿出个球拍 就往上就平均的打 那也不太科学 很容易受伤 那接下来呢 我们 看看卢兰的这个伤病能不能扛过来 希望他身体没事 在比分方面的卢兰是暂时落后一分 9比10 落后李雪瑞 前面的三局的比分 大家也看到 尤其是第一局 李雪瑞赢的还是比较惊醒 22比20 在这场比赛之后呢 将会有混合双打 由八一东陵集团的何汉斌冯辉成 这两位老运动员 这两位老将 对广州乐语队的郑波和包一心 广州乐语队今年的A级运动员呢 当中也包括卢兰和郑波 另外呢 作为如果是赛赢冠军 或者是奥运冠军 他们是有一个周期的 特别A级运动员的一个周期 是四个自然年 但是李雪瑞今年 应该还不算是八一东陵集团队的 A级运动员 因为他的这个A级的名额的使用呢 应该是要从明年开始 他是 李雪瑞是今年获得了奥运冠军 那么要明年才能生效 那么今天 呃 八一东陵集团队的A级运动员呢 包括的是林丹 还有汪欣 以及何汉丁 但是汪欣大家也知道 在奥运会上出现的伤情 那么让他 今年大部分的赛系 的赛场的应该是要报销了 如果最快最快的话 汪欣也是能赶上的 应该是可能是季后赛的部分 才有可能返回赛场 但是我估计 黄欣也不会太冒险 在完全没有康复之前 也感觉到赛上来 你看乌兰怎么能撑上来 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 不断地和自己的身体和伤病去抗争 这么一个过程 也许应该把掌声送给刘兰 送给那些 受伤了 但是依然 努力在赛场上拼搏 或者是努力 还要回到赛场上的运动员 因为卢兰也是一个老运动员 多年的这种征战 对身体上也是带了一些伤病 这是很自然的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体能出现 体现的时候是特别出现 像韧带啊 肌肉群的拉伤啊 这种 对 由外再啰嗦一句啊 因为是夏天 所以不单是肌肉群 有时候 每个人的这个心脏的负荷能力 敬请各位球友 平时在打球的时候 注意身体健康 好 现在比赛呢 是在决胜局的时评 你看 米地球瑞这个球 打得很勉强 本来他这个球呢 他可以用铺球的这个动作 在上面做 但是他没有 他用了戳球的动作 来到区间的阶线 那么目前 如来十一比十 但是简单的刚才 他一个上坊 肚子还是很沉的 看来 这个 刚才这一下 拉伤还是 没能完全完过来 其实刚才这个 受伤 处理啊 对李雪瑞 其实他也是有帮助的 对 刚才他也是抓紧时间 赶紧在场面 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判罚了一个界外 你觉得想抓一个突击 对 他的突击还是很有威力的 对 重板 对 这个球下网了 在这个位置上 就刚才林丹 同样在这个位置上 也好几个球也是跳下来 中杀 中杀 下网了 其实是第一场球啊 对他们奥运会 后 这个调整期来讲 可能要给一些时间 对 十三比十二 我来还是输率比较大 十三比十二 好 我们再给罗兰加油 罗兰 罗兰 连续的两个 接球四 嗯 还是四比四二 对 本来这个停顿 已经是骗过了对手 比较可惜 两边的球员体能下降的很快 没一会儿又要争取换个球 看能不能再调整一下 旁边这边是刘晓龙 然后还有陈帅 漂亮 因为他从来没有快速的推后场 而选择了一个重复往前 双方的 这个球看了 看了很死 这个位置看了很死 对 而且他选择了一个 我们说最佳的路线 嗯 因为李雪瑞是最长的一个距离 嗯 这是决胜局的比赛 现在 第一个是双方的体能 的确都已经是到了极限 所以场上的速度呢 是 相对来说 节奏是比较慢一点 但是在该加速的时候 两位球员还是有加速 就变速还是有 漂亮 看准了机会 如来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杀对角 球杀的又快又尖 而且是完全突破了李雪瑞的防守 当才李雪瑞的防守是 根本来不及啊 突然看这个机会还是看得很准确 李雪瑞也要了一个场边修整的一个调整 基于游戏的人物奥运混沌 汪兴就是这些场地 那汗水没有插干净 意外的受伤 痛失的一个同态 听起来还有范范的时间不能再再唱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重任务员的女生 十五平 这个也是到了关键的时候 对 哎呀 这球上网的时候已经是准确的 非常让人担心了 因为整个的发力动作就是 很猛啊 所以刚才在上网举 引拍的这一下已经是 心都 提到嗓子眼上了 他这个速度有点慢 对 果然一出去之后 整个 意思想上 但是 速度慢了 脚慢了 嗯 刚才这个角度没能压住 非常可惜 突出了底线 十六平 那么李雪瑞和卢兰依然在 马上非常顽强地在坚持决胜区的比赛 而且刚刚可能有些朋友如果错过了我们的直播镜头的话 其实刚才卢兰呢是在场上有一个拉伤的一个情形 卢兰还是有点软啊 刚才非常可惜 扑出底线 失误了一球 那么现在 加上这个失分 紫霄比掌呢 现在让李雪瑞 领先 十七比十六 漂亮 这个调动 就非常的准确和到位 就是要抓机会 你看卢兰的失误率现在还是很大的 对 就是说他明明主动了 但是这个球没控制好 嗯 很可惜 对 现在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 因为看到有一个很有机会的球 不是没有能力去完成 而是在最后一刹那 因为失误 错失了一个好机会 反拍的下压进攻 蹭了一下改变了节奏 还有机会 起球 继续回了一个过渡高球 再继续找机会 但是这一下 李雪瑞选择了突击 卢兰的这个多拍的战术目前 相对来说打的还是比较成功 而且双方也会打的比较耐心 但是刚才 卢兰关键这个球 他掏的比较高 嗯 高离球就想抓死 抓这个就是说 抓送 再一个呢 卢兰有时间回防 18平了已经 所以中国的女单的优秀运动员是 隔其多 除了现在 现役的好几朵金花之外 能够挤进世界排名前四 而且在已经 一些退出了国家队的 但是仍然有代表地方队在服役 在打球的这些运动员 仍然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漂亮把比分打到了19平 决胜局 卢兰和李雪瑞打到19平 可能李雪瑞也在想 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比一些国 国外的运动员还要艰难 虽然卢兰是退出了国家队 但是他也是一位市井赛的冠军 这些运动员呢 确实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啊 说场上啊 这种经验啊 处理球的这种时机啊 掌握得非常好 像卢兰这样的运动员 尽管他退出了国家队 但是他的基础 我们说基础还是很扎实 透过抓机会的能力 他刚才一些小技术的使用 仍然是手法很细 很险啊 这个落点 四千人看法了界外 也是一个非常凶险的一分啊 那李雪瑞刚才这个得分 其实四千人有机会的 卢兰 李雪瑞 杀出了边线一点点 让卢兰达到了 强点 我终于明白刚才为什么 好几个回合 高智岛在旁边没吭声了 估计 这一批分也是 把高智岛的心给掉下来了 好球 那么这一局呢 是广州粤与伟豪 房地产队为广州粤语 取得了三比一的胜利 那么也宣告了 正常比赛的胜利 这里是小鱼 吴嘉欣 和广州市与毛球队 主教练高一高指导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在整个直播时段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那么在这里最后预告一下 下场比赛 在周六下午的三点 我们为您直播的是 在周六下午三点 欢迎队在广州的主场 对广东欧派的比赛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 在电视机前 我们是在现场 支持我们的宇超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